你好,我是Clement 无论是打工族还是自雇人士 都可以自己额外缴纳一笔钱到公积金储蓄 这样一来,不只是可以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还可以撞取利息和享受到后续福利 甚至还能拿到政府提供的补贴 同时,雇人公积金局如今开始接受使用后占卡 也就是Debit卡进行存款了 在公积金自愿缴纳计划下 除了第一户头额外缴纳计划 也包括个人缴存以及自缴公积金计划SRR案 从今年6月开始 当局已经将每年第一户头额外缴纳的限额 从6万令吉提高到10万令吉 户员可以通过线上银行转账 将现清户的支票交给公积金局分取柜台 以及使用KWSPiAccount应用程式自行缴纳公积金 而且根据雇人公积金局发布的消息 户员目前也可以使用扩账卡的方式来缴纳公积金 尽管这项措施暂时只在雇人公积金局分行进行 但这对于不太会使用网络银行转账的会员来说 将是非常方便 有关的会员只需要携带自己的扩账卡 前往公积金局分行 然后向职员说明要存款的数额 接着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扩账卡在刷卡机上刷卡 并存进公积金户口 为了让会员享有更安全的用户体验 雇人公积金局早前推出全新的KWSPiAccount手机应用程式 不过新的KWSPiAccount并不支持使用扩账卡来存款 只能使用从银行转账的方式来存款 谢谢收看 我是Cleman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道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